在经历了激烈的抗议甚至骚乱之后 巴尔丁摩德州检察官莫比斯宣布 在警察逮捕羈押期间因脊椎重伤而身亡的非裔男子葛雷的案子 是一起凶杀案 涉案的六位警察遭到停职和起诉 罪名包括二级摩杀 杀人和过失罪 其中五位警察已经被逮捕 葛雷伤众不治之后在巴尔丁摩以及美国的其他城市 引发大规模抗议 甚至严重骚乱 检察官宣布调查结果后 巴尔丁摩民众立即上街庆祝 而欧巴马总统也主张伸张正义 巴尔丁摩目前仍处于宵禁之中 大批的警察和国民兵随处可见 精英对光芒的三连战 也被迫从巴尔丁摩遗失到佛罗里达举行 记者张国华 钟义庭 华盛顿报道